大家好,欢迎来到KK频道 来到星期六日,早上特别想吃一些丰富的东西 今天我就是和大家介绍一个英式早晨全餐 究竟怎么煮的呢? 其实一点都不难,只要你继续看片,就会会做的 做厨神相当容易,你听听我们的根据就是 看KK频道,做厨神没有难度 好了,我们讲讲今天的材料 其实在螢光幕上就会看到 整英式早晨全餐都很简单 所有东西都可以在市场买到 包括有腸仔,烟肉,焗豆,鸡蛋 杂菜粒,面包,英式茶包,咖啡 请你们留意,这里是没有任何赞助的 我煮早晨全餐都煮了一段时间 发觉这款的烟肉,腸仔和豆是最好吃的 所以给大家看一看 例如你选择其他牌子,绝对没问题 好了,我们打均匀了一只蛋 之后就会加少许盐和少许糖 记住要加少许就够了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蛋是没有味道的 如果你加太多,这样就会太咸 或者太甜 然后把它拌匀 好了,烧熊了一只锅 我们就会加些油上去 然后再加些蛋 然后再加弹 然后再加弹 其实煎鸣链也有些技巧 你要记住,煎的时候 煎得太久 如果不太熟,太焦,就不好看 并且煎的时候 你要留意你的锅 你翻的时候看下,翻得不漂亮 我这只锅是比较平 都会贴底 所以我会加少许盐 你翻的时候翻得漂亮 其实眼睛就会不太好看 你都会留意到我煎的次序 儘量選擇煎得比較乾淨的食物 例如煎蛋 然後才會煎腸仔和煙肉 如果煎腸仔和煙肉會弄髒的鑊 煎蛋就不漂亮 煎腸仔和煎肉 這隻煙肉很好吃 其實我吃了這麼多隻腸肉 我覺得這隻腸肉有肉感 不像標準的早晨餐煎到腸肉很乾 這次我煎這個煙肉是比較短的時間 因為我真的想吃煙肉 不想煎得太乾 現在我會用小腸仔 煎腸仔的方法也是最好用冬火煎的 因為其實如果要腸仔煎得漂亮 其實你需要不要用大火 因為你煎得久了 其實那些腸仔會爆皮 這樣就會很酸 因為你用大火的時候 它會爆皮 而且中間還沒熟 你都沒辦法了 你都要繼續煎下去 但是如果你用冬火的話 這樣就可以腸仔慢慢煎熟 並且皮就不會爆得太酸 煎起來就會很漂亮 然後煎到大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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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熟 大概5分鐘的時間 其實這樣已經熟了 熟了之後 我們就把它夾起來 這些雜菜粒很簡單的 在鍋面加熱 大概加幾分鐘熱就可以了 我什麼都沒有加 但是如果你想甜一點 可以加點糖 上去 輪到焗豆 這樣就把它加熱 多士就這樣 加入多士爐 我大概煎5分鐘 留意一下 其實這個是40年的多士爐 日本製造很厲害 好了 大功告成 就是這麼簡單 就做了這個英式早晨全餐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你記得點Like 和Subscribe 多謝你的收看 拜拜